喜欢看你轻轻皱眉 叫我的小鬼 你的表情大过于 朋友的暧昧 我今天要去我原来的学校去提档案了 去之前先来班里面溜一圈 昨天我去赔餐的时候 我们爸有一个学生杯去吃饭 我今天就是来抓现行的 没想到班里面没有人 去吃饭了 他既然去餐厅吃饭了 那我就去散厅再溜一圈吧 溜一圈之后我再去 提档案 今天吃饭了是吧 就吃这半块饭呢 叫荷叶糖 今天这个学生去吃饭了 其实昨天晚上我们班 还发生了一件事 就是上课的时候吃东西 其中这个零食 就是这个没去吃饭的人 给别人的 如果说上课是他吃的 我一定要给他家长打电话问一问 到底给孩子买了多少零食 还让他上课都吃 他写聪明 他把零食给别人 让别人吃 他们一吃上课 我现在在这儿等公交车 一开始打算的是让我嫂子开着车 我们两个一块去的 因为路程比较远 然后我嫂子有事情 去不了 我呢 开车技术又不行 然后这一路上车太多了 我前两天就是回家的时候 是开着车回家的 就换了二打 不敢开 主要是这个路上车太多了 也不安全 我想着 想来想去 我还是坐公交车去吧 安全第一 我今天下午六点之前 应该能回来 因为我还有晚自骑 我只是拿了一个吊胆函 拿着吊胆函去吊胆函 应该能够吊出来吧 到地方了 我先去开我的工作证明 还有就是工资单 我不知道要不要 但是以备不时之需 因为等转正之后 我这个档案还是要 叫领还是要加上的嘛 所以到时候一定会要 就是工作的证明 我既然来了 我就一次打出来 现在答案提出来了 顺利倒是挺顺利的 只是一开始 我开的那个吊胆函 有一点问题 不过很好 很好提 这个过程没有什么麻烦的事情 这是人事档案 然后我还有组织关系 我还要再去调我的组织关系 组织关系 其实在我们学校 那个乡镇的那个地方 那个就应该就没什么难度了 只要是在网上一转 信息转过转接就可以了 然后把我的痴胆的含子 带过去就行了 虽然这个过程好办 但也是折腾了一上午 现在已经十一点半了 对了 谢谢 вас 谢谢 谢谢大家